韓國瑜市長這一次去香港 澳門跟中國大陸 其實不是他第一個 這個行銷高雄的行程 他的第一個行銷高雄的行程是新馬 所以對韓國瑜來講 他從來沒有打算把高雄的農產品 就放在一個籃子裡 也從來沒有打算過說 這一切就是靠著中國大陸 或者是北京政府的幫忙 來行銷高雄 並沒有 因為他先去的地方 跟中國大陸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麼第二我要講的是 榮介剛才講的農產品的種植 其實最重要的是市場 是通路 你如果沒有市場跟沒有通路 大家再怎麼種都是枉然 那麼韓國瑜這次要去的目的 他其實就是一個開路先鋒 如果各位仔細看一下的話 這個簽約的人不是韓國瑜 不是韓國瑜跑去簽約 沒有的 韓國瑜只是藉著他高雄市政府 市長的一些關係 一些能力 他希望替高雄市的像農會 余會殺出一條路來 把通路建起來 所以韓國瑜他是一個 開路先鋒的角色 他只是去推銷這個產品 可是我要請問大家 你看過曾幾何時在臺灣 有這麼多產業 有這麼多企業 或者有這麼多政治人物 去推銷產品的時候 政府還要要求他說 你推銷可以 推銷之前先宣示主權一下 再去推銷 那民進黨過去這些縣市長 每一個登陸之前 都先站在機場 先喊幾句宣示主權的口號 才能夠推銷產品嗎 我也從來沒有見過 那過去如果沒有這樣 要求民進黨的縣市長 那今天韓國瑜也不過 就是其中的一個縣市長 哪怕高雄市比較大一點 是六都之一 有必要要對他有這麼嚴苛的條件嗎